推广传统的尸骨异症文化 财中士体育会龙师委员会 是邀请了中一堂民俗文化工作室 在东阳国小举办为期10天的演习活动 除了教导小朋友学习打鼓50之外 还请来了香港师傅亲自指导麒麟师的操弄动作 另外在学院当中呢 还有一位法国人也特地报名来参加 希望将传统的尸骨文化带回法国 发扬光大 整齐话一敲响锣鼓声 东阳国小战鼓队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热闹节目 会推广传统的尸骨异症文化 台中士体育会龙师委员会 特别邀请中一堂民俗文化工作室 举办围棋10天的研习营 现场还有战鼓队的毕业校友 也特地回校指导 原本就还蛮喜欢 就是妈祖出学的时候 就是都会去看 就是想参加 也不是爸爸妈妈逼的 就是自己想参加 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我也感到很开心 就是他们可以学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 藉由这一个鼻子的文化交流 可以帮我们把中华文化这种 传统武艺 古艺甚至诗艺 可以得到交流 得到成长 除了教导小朋友 学习打鼓舞师之外 主办单位还请来香港师傅 亲自指导麒麟师的操弄动作 比起台湾舞弄广东师的灵活轻盈 武其林则是较踏实且动作偏低 另外在学员当中 还有一位来自法国的武术教练也特地报名参加 希望将传统的尸骨文化带回去法国 发扬光大 对台湾师还有武其林的文化还是有很多不懂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学会一些武其林 还有台湾师的东西 然后会发果可以传给我的学生 教小朋友一些传统的起林文化 希望能够带他们到国外去比赛 有时候做交流 就是我们做教练的准则 台湾也有我们的省师 广东师 台湾师 客家师都有 就是没有起林队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同学多方面学习 多接触一个不一样的传统的民主记忆 大甲53庄有武艺之乡的美名 主办人们也希望透过严席营的举办 除了带领小朋友了解石谷镇文化之美外 也将其林师带入到台中大甲 让在地驿镇变得更丰富多元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